再看晚間最新 台中一名五十歲的盤信貨車司機 今天送完貨 居然忘記關上兩側 歐義式的車門就上路 結果看到這整台車 就像是長了翅膀一樣 行經服務客路的時候 硬生生就撞上路口的耗製桿跟燈桿 導致壓毀了路過的無辜汽車 還好沒有人受傷 警方事後九側 確認駕駛沒有喝酒 但是這下不只是身材工具撞壞了 賠償費用肯定也不小一筆 白色大貨車 兩側歐義式車門沒關 車子中空開在路上 移過路口 左側上線的車門就像翅膀一樣 掃到中央分隔島上的耗製桿 碰得一聲 就這樣硬生生當場撞斷 貨車司機才緊急下車 耗製桿和燈桿斷裂 倒在對向左轉車道上 零件散落一地 一輛舊車 無辜被倒下的耗製桿砸中 後車尾凹陷變形 車禍地點就在台中福克路 和福林路口 三十一號中午十二點多 五十歲的潘信貨車司機 送完貨後 忘記把歐義式車門關起來就上路 車門宛如摔角選手 把後製桿撞倒 還鋪及一輛轎車 還好沒有人受傷 一輛車貨櫃門未關 其左側貨櫃門 碰撞號製桿 路燈桿 並波及車難 警方事後九側 確認司機沒有喝酒 但是這一撞 不只身材工具壞了 路上的燈桿 後製桿 還有別人的車也遭殃 這粗心忘記關門的代價 還真不便宜 記者方評文師凱迪 台中報導 記者 Moore